富贵花开 龙凤城祥 龙马精神 一枚枚栩栩如生 唯妙唯孝 寓意美满的蛋壳 为新春佳节 增添了许多喜庆色彩 这是省级飞银 不是带尿为迎接龙年 创制的新作品 今天是2024龙年 我们做了一些 关于龙的主题的 比如说龙宝宝 还有卡通的龙 上面有一些 可爱的小人物 还有一套鸡蛋的 这个九龙图的作品 关于龙年的题材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 一把磕刀 一个蛋壳 一双巧手 鸡蛋 鹅蛋 鸵鸟蛋 都是做蛋雕的好材料 阴壳 阳壳 浮雕 镂空多种技法相结合 刀起刀落间 人物肖像 山水花鸟 书法作品 风土人情 都在又脆又薄的蛋壳上 活了起来 首先我们根据蛋壳的大小 形状进行构图 然后运用各种不同的工具 依照蛋壳上面所画的设计图稿 钻孔 透雕 切割不用的物围 最后用锯片将活动的部分切下来 修饰成形 蛋雕历史悠久 如今 普世蛋雕将现代与传统衔接 创新与复古结合 让非宜民俗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这些多姿多彩的精美蛋雕 有的清丽典雅 有的活泼热烈 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作品整体销售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大家一般通过网络 或者是朋友口口相传 市场反馈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作品 去年一年 周凤娇销售的个人单雕作品 有100多件 其中不少都属于私人定制 普世单雕 搞成空灯 预线减纸 越来越多的河北非宜 心意十足 引领国潮 让传统文化演绎新故事 带动消费 新潮流